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呢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 你这个non-immigrant visa的holder呢 你一定要首先看你是属于resident 还是不属于resident 如果属于resident 你就要用1040来表报 对吧 不属于的话用1040N2来报 这是个最基本的 那么一般来讲呢 就是说你没有 因为你没有旅卡 那么你就要首先看 你是不是符合这个 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就是我说的183天的那个书 这里呢就是有一点是怎么讲的 就是说F1的人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是F1的这种情况 那他呢就是在前五年 他是属于什么呢 叫examined individual 就是说前五年 你在美国的这个dates都不count 就不count在183天 那这样的话很显然 在美国的前五年 你没有疑问 你肯定是non-resident来报税 那么比如说J1的学生 这个J1的teacher 或者说Q1的teacher 他又是两年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作为examined individual 等于细则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就是说 对于这个F1的签证来讲 好 这是首先你要把这个搞清楚 尤其是你cut off的那个年份 对吧 你第五年第六年的cut off的话 你要是自己判清楚 比如像CPA make sure 你知道你报税用哪一个表 走哪一条 哪一个报税的 哪个基本的那个category 对吧 好 这是就是说大家 首先要比较注意的 其次呢 这个non-resident和resident 在报税上有那么几点 很大的difference 然后不同 需要提一下 就是说你如果说non-resident的话 我们上面讲了 你所有在美国的水 和你全球的水都要报 那么resident non-resident的话 你就是说只需要报你在美国的税 你比如在中国的税 你就不需要报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第二点呢 就是说non-resident的话 不需要交这个facom tax 就是social security 和那个medicare 你这个是不需要交的 OK 第三点呢 我们中国和美国之间呢 它有一个5000块钱的tax trading 这个tax trading的话 每年都有5000 那么你报税的时候 你就要make sure 把这个amount的这个 这个5000块钱 从你的那个growth income里面 要减掉 再报到你的1040NR上面 OK 这几点是比较重要的不同 当然还有一点关键的一点 就是non-resident 不利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不能享受于resin 那边的那个standard deduction 说你的12000啊 还有这个24000啊 你是不能享受的 这就是个trade off OK 当然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讲 我们的收入也不太高 就是说 那么也可能就是你的facom tax 也不是很多等等的 差别不是很大 当然了 首先就是你没有什么选择 如果你是男人 你必须要怎么报 OK 那么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是有这么 第一点呢 就是facom tax withhold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employer呢 他没有 可能以前没有deal with 这个non-resident的 这样的一个employee 所以他就给他 同意当做resident的employee 来给他withhold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需要把他自己 要把他这个refund拿回来 你要填个83表 把它拿回来 对吧 这个可能自己要 或者找个cpi 或者你自己填个表 以后要送到IRS 可能会take一些时间 有时候可能document 填了它 要让你再填比较麻烦 对 再比如说tax treaty 5000块钱 这个呢 你要填的时候 要make sure 你是从你的那个growth income w2那个要减掉的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话 他们那个total growth income填在那一栏 OK 那么他就这个 可能就要make mistake了 对吧 这个要注意一下 第三点就是说 还是我上面讲的 大家尽量还是要报税 尤其是你为了你以后的这个 签证的角度 拿公面拿刘卡的角度 来考虑的话 应该是叫税 对 我是就是1990年 从国内行来到来到美国 两年前的这个狗人的机会呢 我就开始接触到 Southly Ponding Business 然后也是给大家做一些 数据画的文化 然后也是给大家做一些 然后也是给大家做一些 数据画的文化 那么数据计划啊什么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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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